你别让他过来啊 对 你就让他跟那儿自己玩 但是他为什么头老臭着我呀 他就是看看你心心 他看着我还是想咬我呀 这是两码事好吗 他要咬你的话我也害怕 所以他还是会咬人的对吧 咬人的动作就不是 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盯着你 但是他刚才已经在盯着我了呀 那个来了一特神奇的哥们的 这个这算什么 我不知道这算是他的工作室 还是他的家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状态 你们也看这是什么样了 对我也不知道这算家还是不算家 反正就是这么一地儿吧 对来这儿了 刚才拿蛇吓我们 进来给我们玩下马威 拿各种蟒吓我们 那今儿让他给大家聊聊 他到底在干嘛 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行 然后大家好 我叫王涵 然后我现在在日本 就主要是做自己的手工 皮具 然后银饰刀具 反正就是做东西 你做了多少年了 我来日本以后就开始 你来日本以后才开始做的 那你来日本之前 你就想好来这边做这个吗 没想好 那为什么来了以后就喜欢干这个了 纯喜欢 这个出发点跟契机是什么 其实开始做刀是开始的 国内也喜欢刀 买过一些量产的便宜的刀 然后来日本以后朋友介绍说上野有刀店 然后我就去看看刀店有介绍刀展 然后我就去刀展 然后就开始做东西了 然后也是买套装 就是半成品品装 然后皮具就开始了 所以是先做的刀 后开始做的皮具 对 先做刀 后做皮具 然后再最后做的饮食 最后做也是 对 我大学上的是产品 然后皮具 就是大学就已经开始 原来是代购皮料什么的 就已经开始做皮 就是自己在琢磨 然后还有和日本的一些职人 我好几个师傅 好几个师傅 现在最亲的有一个 然后有教过我的 可能有三四个吧 一共加上三四个 三四个 我其实拍这期节目之前 我来找他一次 然后他那次我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介绍 他门口的名字 他说是他跟他师傅有关 对我师傅 你先给大家讲讲 这个公司的名字 跟你这师傅的故事 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公司的名字 是我师傅出的一本 作品集书的名字 创美功夫 然后他 他对我的评价就是 他现在67了 这么多年 唯一能懂他做东西的 然后能看懂他那本书 他那本书 卖了一千本 然后能看懂他那本书的 就我一个 在他们家干这么长时间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然后能知道他在说什么的 做什么的 也就我这一个 然后他 坚持了多长时间 因为我在他那15年去的 他发那本书的时候 我跟他认识的 然后15年去的 15年10月份认识 然后到现在 等于你跟这师傅学了7年 我为什么叫他师傅 不是技术 是他的思想和人品 我认可他 他也认可我 才叫他师傅 但是他不让我叫师傅 其实他觉得 我叫他师傅以后 会把我束缚住 他比如说 我要去别人去工房学习的话 日本人会 日本人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差不多 他就觉得 你是别人的徒弟 别人的门下的弟子 你在我这看的话 他会觉得 对我师傅失礼 或者说 或者不让我看 直接不让我看 就不待见我 但如果说我是自由的话 我跟别人的交情 就是我跟别人的交情 我师傅就说 我不要束缚你 你就自己干自己的事就行 然后我什么都教你 但是越这样 我就越想教他师傅 所以是这7年里 学的并不是技术上的东西 完全不是技术 然后他唯一教我的 可能就是说 他家机器我不会用 这是开关 然后这是调速 什么速度 用什么材料 然后用什么工具 这种东西教给我 银饰呢 银饰其实 按说银饰会给我一种感觉 反而是最精细的 不是 其实 比如说银饰上面 有很多那些细节的东西 那个不应该是最精细的 当然是最精细的 其实就是从工艺上来讲的话 这三个皮具 其实入手也比较简单 但是银饰是属于皮具之后相对好入手的 因为黄铜或者是银之类的东西 只要有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做出作品 所以就是像你说的 现在这些很多银饰品牌 它其实挺好做的 挺好做的 真的假的 其实有些东西不需要说 我这个东西花了多少心思 然后我去雕刻它 然后做了一批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个在内行人看来说 那就是宣传的不错 宣传不错 那你觉得Golos 我不说 说吧 没事 现在的Golos不是高桥五郎当年的 现在的Golos 或者说市面上通货的Golos 其实我都可以 我这有书直接教你们看 黄金的白银的 它的细节 黄痕都一模一样 你跟我说 它是一个一个手工做出来的 这逻辑本身就不同 他们现在买这个东西 这些细节 就是必须得一模一样 才能说明这东西是对的 那我还是佩服 它流通的很牛逼 宣传的很牛逼 那是我佩服的地方 我也曾幻想 我能达到它那种高度 但是大家点不一样 潮流的点 或者说 其实大家种的点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说好或者坏 你这要去分析 我觉得还是看看实物 看看这儿 把这种东西 你这做碗了 你知道当年浩南 他们争铜锣湾的时候 你要是当时在香港 我估计你这生意太好了 真的 浩南他们应该人手一把 这套项链的想法 其实是一个是质感的感觉 再一个是怎么说 模块化 这一部分 这个链子原来是手链上的一环 然后这个钩子原来是卡包上的一个钩子 然后黄色的 黄铜这个狗钩 其实是包上的一个五金 然后下面再配我的一个挂杖 然后有一套搭配的感觉 然后其实每一环都可以换 然后每一环的设计语言 可以在其他的作品上看到 然后有一个 其实是有一个品牌的一个 就是系列性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玩法比较多的一个感觉 这个呢 这两个呢 然后这个就是想的全是花 你脑子里 当时脑子里全是花 然后 怎么花呀你 我就单纯的想想那个花 看不出来你是花呀 光没看出来你花呀 这个花和花是两个意思 这个呢 这个其实是 这个为什么弄成这样呢 这里面是个祖母绿 然后我想把这个祖母绿藏在里面 然后这个手链 这个链子是第一款 就是这是我第一个银饰 然后这第一个银饰直接卖得特别好 就这么一个造型 然后这是最近做的 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条 然后其实就是活动性啊 其实链子的理解都不够 但是这个已经带着我就非常有味道 这个颜色为什么感觉跟石头一样 这个其实这两个处理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 在工艺上来说 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硫磺发黑 市面上那些银饰都是这样 这个其实是传统工艺 是用滤青 然后主的颜色 所以跟瓷似的 这就是宣德炉那种的效果 如果硫磺的话 就是类似于那种腐蚀的感觉 其实不是腐蚀 就是会有化学反应 让它就是发暗发雾 然后光泽就没了 前面你讲这个刀的那什么 这一块是什么是铜吗 然后所以这些滑刃这种跟那个 锄爪一样的 这个是你打出来的 对我打出来雕刻出来的 然后这种颜色的这种也是烧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松石 这也是铜钉 铜钉这一个一个钉都是我们一个一个手工做 这个呢 这鹿角 这是鹿角 这是什么皮 鹿皮 这是鹿皮 然后这个主体是牛皮的 这是牛皮的 然后这个瓣是鹿角 这瓣也是鹿角 这是被演到的美化鹿 所以你刚才说这把刀得奖了 对这把刀得奖 得了官室的市长奖 应该是刀具行业 就定制刀具行业里的最高的一个奖 中国人偷一回 应该是中国人偷一回 独一份 独一份 那如果有朋友看这期节目想要的怎么办 定 但就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 哪一个都不一样 对就是如果你们看节目想买东西的话 但是就像他说的 可能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 他不乐意做一样的 但好像咱们能做一样的 对不对 完全一样 完全技术不是问题 来点小银饰什么的 那可以 能给大家也 有点好玩的东西 可以 女生还是要有意思 如果太无聊的话 我其实没有这么特地干净 OK 好 明白 那算是节目专利吗 出一个小量产的东西 那完全没有可以 我可以做一批 然后我告诉你 就没了 然后以后你抗心情做 OK 没准有 行 可以 怎么最开始想起来做了一女包 其实以初衷 其实并不是女包为主题 我做作品是喜欢有一个话题性 或者有一个研究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标题题目的一个概念 起点去做这个包 其实这个包的概念 原本是明治时代 或者如日本古代那种烟草包 特别想那种烟草包的扩大版本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那种 怎么说贵妇人那种 日式的那种宴会的唱歌去 然后这个部分是什么石头 这个部分不是石头 是海象牙的化石 What 海象牙化石的芯 然后有那个脑子那种感觉 本经有那种 就是古玩好像叫那个秋觉 然后这是化石 然后前面这 这呢 这是珍珠鱼皮 珍珠鱼 然后这个蛇皮 这是外面是蛇皮 这个蛇皮的亮光泽 是我自己打磨的 然后这个珍珠鱼皮 也是就是鞋跟的那种 就是皮鞋鞋跟的塑形的 就是原来一个立体的曲面 塑形的一个 也可以 对 然后这个位置是日式和服的 日式和服的那个袋子 然后是那个蚕丝的 这个其实是我 见到他做的东西里我最喜欢的 首先他连给我讲了一下这个寓意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还让他给大家再讲一遍 为什么这个鲸鱼尾巴是从这块延伸出来的 其实是这样 我这个概念是就是觉得要自由 然后挣脱就是渔网 然后奔向大海 这个这个主题是如今向海 所以这块的这些纹路是感觉是海浪 海浪 对 然后这个作品 当时是想表达一种挣脱的感觉 然后就是 就是怎么说抵抗压力 或者抵抗那种负面情绪的感觉 但其实当时是 我本身是有一种 就是怎么说 当时状态比较负面情绪 所以我看这个作品 不知道大家看如何 但其实是比较有一种 气氛是比较低沉 或者比较low的感觉 是比较 所以后面我看写的 后面写的是什么 like a whale to the sea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来一个一个说 这个跟海浪是什么东西 这是骨头 什么骨头 鲸鱼的骨头 鲸鱼的骨头做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化石 如果我在切的时候 就发现上面好多贝壳 或者说已经有 有些东西已经是石化了 鲸鱼的化石 下额 有香精的下额 这可肯定是银的吧 银的 然后这后面的网 是黄冬和紫头拧成的 所以有两个眼睛 就是应该拧成这个小石 这是你自己拧出来的 自己拧的 然后鱸鱼是有一个日本刀的一个工艺 就是烧鱸的工艺 然后这个字的这部分里面还有裂纹 对 很细啊 做的 很杂的 这个太帅了 这个是我他所有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 对我觉得玉也挺好 他之前跟我聊的东西最让我有感觉有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比别的说出来的东西更多 其实我也是希望能看你更多这样做的就是其实在做的 但这样的东西买 那肯定有的 但这个特别好 现在卖的最好咱们聊点实际的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刀 卖的最好的是刀 刀已经卖了多少了 十瓦十瓦 几百瓦吧 卖的几百瓦 欠了人多少瓦 欠了还有三四十瓦吧 四五十瓦 为什么不给人做 因为我想对作品负责 我不想对人负责 所以就是我在这插一句 就是现在也有好多朋友找我们买日本银饰 出货期 出货周期特别长 我觉得你从一个你干这个事的人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好多人就一直在那催 就觉得好像催了这东西就出来了是怎么回事吗 我就一单纯的脸说就是 纯不想做 你是纯不想做 纯不想做 为什么不想做谁里有的 就是我想对作品负责 就是这个作品 你不希望人的催 然后你糊弄一下出来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不开心 然后客人可以开心的买走 我的内心是不允许 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好 比如说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的东西如果是100分 你给你现在的程度打多少分 我打670吧 能做到100分吗 我做不到100分 我是这么平凡的 60是及格 我自信能卖 能卖这东西就是60分 如果说80分的话 我觉得很好 如果90分的话 就是那种一边喝酒一边哭一边看着作品 卧槽好美啊 那生理愉悦 100分的话就可以去死了 打算什么时候死 我想先成名吧 好 好 好 你 by bwd6